買年怎麼是買年 買年 你有什麼新年新希望 買年要照顧我們所有好朋友 買什麼有什麼 大家在馬上 都可以在最好的福運 老公買什麼馬上很好 馬上啊 是 因為買壞馬嘛 是…我過程是這樣 我馬上封喉這句我很喜歡 因為你是狗嘛 對… 馬年你馬上封喉 這樣代表說 這個新家年頭在田裡可以 衝破三億了 不是說過三億過都有刊就對了 對…你都過三億過 你看台中影城台南的新家都有 我就知道 你馬年什麼新希望 馬年就是 好 知道了 到了 我還沒…還沒說 沒有 還沒說 喜事年年 喜事年年 她自己是喜 她講喜事年年 當然 了解 明年出 再出一本寫真集 已經有簽了 但是還不確定 是什麼時候要出這樣子 但是你明年的雞翅頭 會比今年雞翅頭要老一年 有雞翅頭 不是這樣子說 有在保養 有在進場給他維修一下 就不用擔心這問題好不好 師兄不要亂說 她要給我長年了 拜託 來… 好 起來… 你不敢抽到郵寄庭嗎 真的 你郵寄在哪裡 真的… 以前我們一個朋友 她是一個模特兒 出的寫真集 以前看她的照片 這樣看就好了 要這樣看 好 她其實因為地心引力 我知道 因為她倒立 喂 孩子 我問真的 問真的 十二生肖裡面 妳最喜歡哪一種 哪一個動物 最喜歡兔子 為什麼 兔子你知道 它動靜皆疑 因為它不只 你看 它平常蹦蹦跳跳有沒有 然後 吃東西的時候很靜 它其實不太會發出聲音 就是動如脫兔 靜如觸子 那麼可愛的動物 為什麼要觸死呢 靜如觸子 好了… 我知道一個遊戲規則 什麼規則 第一隻 最喜歡的動物是什麼 兔子 第二隻呢 不用隨便生肖 其他的 恐龍 我跟你講 第一個就是自己 第二個就是她最好的對象 她很喜歡那種很大隻 恐怖有力的男人 可以駕馭她 駕駕 是這樣子 妳喜歡大隻的嗎 沒有 我之前男友都很瘦小 都很瘦小 妳們兩個很噁心 但還滿準 喜歡的跟交往對象常相反 什麼表情 真的是 我跟你講 命運跟緣分 有時候是悖逆而馳的 對啊 你… 你跟他在講 我當然就喜歡猴子 為什麼 因為師兄屬猴子 我跟師兄 天天膩在一起 我們兩個在一起那個運氣多好 他都還在誇獎你還是在 這什麼 噁心了 真的 不舒服啊 你要好好保養你自己 怎麼了 你就出了什麼差錯我就沒工作了 都只為了他自己 你看他 沒有了… 他是相輔相成 你才好好保養 告訴你 來 說正經的 其實從以前我就特別喜歡 十二生肖的龍跟虎 因為我本身屬虎 我兒子屬龍 所以因為這兩個屬相形容了 某種氣勢非凡的 對公 我們聽話說 這人 虎虎身風 是… 都跟好虎虎有關係 如果來形容一個人 經過一番努力而成就 就是說 我這樣講的哪裡有錯 我們那天打棒球 每個人出場就有特殊的音樂 像那個許家順上去打集 他們就放那個 當然 像那個江鴻營上去 他們就放那個 非凡在天 非凡在天 很適合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主題曲 對… 碰過一上去就放成 水一噴噴 水噴噴 就放這一首 一樣 一樣跟我們一樣 來… 但是龍跟虎放在一起 會怎麼樣 那就好上加好 像形容這塊地是福地 就會形容 你看這塊土地 龍盤虎虎 好上加好 形容聲音洪亮 氣勢浩大 那就是 好… 好 形容比賽過程精采刺激呢 那就叫做 形容你跟我的關係呢 當然就是 你是 你是 我是虎弟 那我是 龍熊 因為你龍熊了經過手術之後 現在是36F 你說他指著這邊 對 36F不好看吧 還不要龍熊 你是 要不要當龍熊 36F一般扣子解開之後 他就有三顆肚臍了 蛤 這個 這個不用 這個不用贅述 好 不會 好… 還是你要當克雄 克雲個頭 也不錯 沒有… 用龍跟虎來形容本節目 來 如果要來形容我們少林臉部公 那應該就是 解釋一下 為什麼 因為呢 這個臥虎長龍這句話是在形容的 某個地方 有隱藏很多好的人事物 比方說這個麵店裡面有賣 滷蛋 豆干 海淡 甘蓮 油豆腐 刷魚鹽 我們就會說 這間麵店真的是臥虎長龍 它不是很平常的意思嗎 不是很平常 對 比方說這家燒辣店裡面有賣 油雞飯 燒鴨飯 叉燒飯 辣味飯 雞腿飯 排骨飯 我們就說 這家燒辣店裡面臥虎長龍 是嗎 但是這也怪怪 不會… 像這樣 譬如說你的身體裡面 有心臟 肝臟 油漬 黑漿 直腸藍尾 膽結石 胃蝦腿 我們會說你的身體真的是 臥虎長龍 這樣不是說是這樣子嗎 不是 照這樣講 你的身體也是臥虎長龍 不是 我是臥虎唱手 唱什麼手 長秋天的手 對 長在哪邊 你跟人管了 不過今天既然要談到臥虎長龍 一定要來談一下這一部電影 立正站好 這是李安大導演在西編2000年 所指導的首部武俠片 叫做臥虎長龍 是 本來在全球票房倡下的佳基 而且獲得了奧斯卡 最佳外語片的輸容 好 不知道李安大致會不會看我們的節目 如果你看到我們兩個人 我們兩個應該是上選之才 可以真的去拍一代電影 比方說我可以演老虎 他還可以演那個印度人 日差拍 少年拍的奇幻漂亮誰拍的 就是李安啊 少年拍的 少年拍的 你是聽不懂啊 每次他這樣子 好 我跟你講 我們今天講臥虎長龍 他每次都重計被變了 我每次都回答得很認真 你在這邊已經好幾個月了 是 好不好 到現在還沒有任何一個智商成長 有 回答出來的下一馬我就後悔了 好 OK 來 問他 問他 請問臥虎長龍是誰拍的 臥虎長龍 應該該不會是臥虎拍的吧 李安 錯 哪個笨蛋 一次罵到兩個人 我來 臥虎長龍究竟是誰倒的 竟然現場驚呼連連 第三個特徵 有一股非常奇特的 胡椒味 這個我鼻子最明顯 想要躲過我這個虎鼻屍 沒有那麼簡單 你住阿里山嗎 有一點猴子的味道 這麼容易 他 怎麼有人來組兩 你怎麼沒有人來組到 在那裡 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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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衙!!